看到我身后这个道具 这个应该经常做综艺晚会的董卿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杂技表演中经常用到的叫高拐 但是高拐大家就是一节一节往上加 加到很高的地方的时候 它会像两根竹子一样 柔韧性很高 但是稳定性很差 倒立在上面是需要极强的肌肉控制能力 所以这一个极高度平衡 勇气一体的项目 往往是由男性的演员来完成 但今天我们的挑战者 要在高拐上做出一项不可能的挑战的 恰恰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掌声邀请挑战者出场 你好 小夏老师好 欢迎你 欢迎你 大家好 好可爱的你 我叫王一宝 来自辽宁安山 今年22岁 是一名杂技演员 我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 极限高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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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高拐能够极限到什么地步 我今天挑战的是九节 九节 现在是三节 也就是说比这个高度还要再高上三倍 三节 那快到五顶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 王一宝要挑战的这个项目的规则 挑战者将从第三节开始 依次向上叠加高拐 并在每一节完成一个倒立动作 达到九节高拐之后 只要他能在上面倒立坚持三秒 极为挑战成功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掉落下来 一旦要是从任何一节掉落下来 挑战就失败 我们只给挑战者一次机会 一次机会 只许成功 只许成功 准备好了 告诉我 准备好了 告诉我 准备好了 告诉我 我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共同见证我们的挑战者 挑战开始 第四节是他的第一个挑战的高度 他要在每安装完一节之后 完成一个倒立 这个难度在于掌控他的这个晃度 和我的一个平衡能力 其实还有臂力 因为他越往上的时候 他越往外分 我要把它合进来之后 我才能再上倒立 所以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耗费掉 现在感觉不到他的难度 但已经开始有点晃动了 这个确实对肌肉的控制力要求非常高 这个确实对肌肉的控制力要求非常高 五节完成得很稳 六层塔 六层塔 一层一层一层在网上叠加的过程中 它会越来越晃 然后那个高拐也会越来越分开 下一个就是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耗飞掉 这时候 这时候两根高拐由于随着高度的增加 它的这个不稳定性也在增加 这个不稳定性也在增加 这下一个比赛 接下来是第八节 第八节是距离他今天挑战目标 成功的 之前的最后一节 这一季非常关键 因为他的难度已经足够大了 加油 加油 来 掌声鼓励 好不好 稳稳地来 不着急 好 八节完成 接下来就将是他今天挑战的目标 好 九节高拐 厉害 反一口气 稳一点 我们没有时间的要求 不着急 不着急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让手臂休息一下 对 一表加油 加油 好 最后一节了啊 稳稳当当上去三秒的倒立 挑战极为成功 在此一前让自己 对 准备好了再上 准备好了再上 不要 不要着急 可以 他的呼吸很沉重啊 表示他那时候的心房的跳动 跟他的身体的调节 你 由于前面八级高拐 消耗了一宝大量的体能 站在第九级的一宝 已经开始呼吸急促 全身发倒 他能完成挑战吗 他想最后一集发起了冲击 漂亮 三 二 一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你要不来张自拍 我心已经要跳出来了 我看你这道具箱里 还留着一截 今天如果十集的话 我相信这个记录可能在很长时间内 女孩子想打破 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你要不要趁现在状态好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我个人感觉反正不影响挑战 挑战已经成功了 之前上时我练过都没练上去 尝试一下吧 尝试一下吧 我这次挑战了一个 从未挑战过的一个高度 尝试一下吧 好好好 我们 加油 加油加油 太棒了 现在 现在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 给他近一点 让他更好拿 不要不着急 稳定一下 稳定一下 你现在的心态应该完全放松 跟挑战没关系了 但是我心现在跳得太快了 平静一下 等一下好了 对 慢慢来 有非常紧张的 我想小宝也是自己很紧张 因为他没有挑战过 好 他已经超过体力上的极限 他已经抖得很厉害 加油加油 因为我哥我也有点抖 实在不行就算了没关系 算了没关系 你有这个实力 就之前上十我练过 都没练成去 都没练成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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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今天真的能成就你人生的第一次 十级 十级高拐 距离地面已经有八米多高 漂亮 而级数越高 站在上面的人 会晃动的更严重 对于体能已经达到极限的医保来说 能够保持平衡都已经非常困难了 一宝能完成这个升级挑战吗 一宝能完成这个升级挑战吗 我现在顶上闯口气 我现在顶上闯口气 太棒了 先不着急下来 四级都超越了 掌声 送给我们的挑战者王一宝 用了一点激将法 让他在九级之上弩了把力 完成了一次 不可能挑战之上的不可能 在某种时刻 要感谢那些为你设置障碍的人 对 这是善意的 我是善意的 嗯嗯 其实我 你还有没有第十一节啊 没没真没有吧 没有了 好 出了好多汗哦 对 上面其实很热 其实 不不不是热的 是下的 下的 那个 因为我恐高 啊 啊 是真的 因为 我 小的时候表演的时候 从两米高的夹子上面 摔下来过 去 这样 但是练这个高拐 也是你自己选的呀 因为我的父母是聋哑人 我小的时候是姥姥把我带大的 杂技这条路也是姥姥帮我选的 她为什么要给你选这条路 这条路不好走啊 对 我从 我从十岁才开始练的 那个时候我的筋骨都已经长硬了 所以每次去练的时候 都是从头哭到尾 也不喜欢杂技 因为杂技给我带来了一身伤 她为啥要让我练杂技啊 嗯 别的孩子可能练练练练不成 然后 就算了 但是我姥姥就非得让我练 就是不像亲姥那样的 老打我 特别的恨她 嗯 可以说是因为 从我姥姥去年 她生病了 她 得了脑瘤 然后 那个时候 她记不住 她刚吃过饭 她也记不住 她多大年龄了 她记不住她叫什么名字 但是她那个时候只能记住我 那个时候 我记得她刚从手术室推下来的时候 她除了喊疼 就是喊小宝 我那一瞬间真的 所有的 不理解和怨恨 都有了答案 因为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姥姥跟我说 小宝 你父母是聋哑人 你必须要争气 其实我可以给你攒一笔钱 我可以等长大了之后交给你 然后 给你花 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花美她 但是如果我帮你选择一门记忆 你会终身受益 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依然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 甚至照顾你的父母 所以 我觉得 我应该 没有让姥姥失望 老宝我跟你一样也是起长大的 请问 有啊 我外婆他们今天来了 喂 老儿 老儿上来 大家好 太棒了 他的启蒙老师 你老贵的和最棒的 好棒 这个是我妈妈 然后这个是我爸爸 你姥姥挺年轻的 很年轻 姥姥看着跟妈妈也差不了多少 其实我姥姥今年都六十六了 六十六好年轻啊 是的 谢谢大家 太激动了 这里我非常高兴 因为没白培养 所以我心里特别高兴 谢谢大家 不一定要让她练杂技呢 因为她从小生来的时候 不足月 我儿父母 我就听不着 小孩会爬的时候 经常来地下睡觉 一蹬一蹬 蹬掉地下来 这一宿到天亮 就是来地下睡了一宿 还要从这走到你那地方 你卡五六个梗头 所以我就觉得 她多练身体吧 就是好像骨头软一样 就是走两步就会摔跟头 到六七岁 练身铁 去练了杂技 没想到老师那个时候就说 这个孩子是个练杂技的苗子 然后我老是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就一定要把培养出来 非常能理解 小宝你跟你的外婆之间的这种情感 因为我也是小时候 大概十七岁的时候 我不会讲普通话 哦 没有办法跟的这种 还是有代沟的 哦对对对 怎么去了解一个 可是她又对你有很多的要求 其实我现在很感谢我外婆 很感恩她 然后我会很爱她 你假如告诉爸爸妈妈 我爱你怎么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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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你们 哦这样 哎呀 哦 家境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相信 只要你肯努力 肯挑战 那你一定会改善你的生活 幸福一定会来临 所以我的决定今天是 从今天的挑战项目来看 挑战是成功了 但是你毕竟是一名杂技演员 嗯 杂技演员的基本功 最终是为了给观众带来一种享受 所去锻炼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说 我展现了某一个技巧 嗯 那一定不是那么的完整 嗯 但是我相信凭借你的这样的一种 努力的精神 你也一定能够在未来 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一定会 我的答案是 不能 小宝 嗯 在这个舞台上 你的表演 你竟然没有放弃 而且还挑战了你自己 这个我非常的尊敬 谢谢 小小的身躯里 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易宝的努力和坚持 为他的家人 撑起一片天 我们相信勇敢的易宝 一定能改变生活 赢得幸福 对 对 lady